狐狸猫与小树蛙在逛游乐园 看到一旁有个特技表演 躺钉床 两人很有兴趣地凑过去看 表演者先将豆腐放在一根铁钉上 铁钉简单地刺进了豆腐 接着表演者邀请台下观众 来确认钉子是否尖锐后 表演者就躺上去满是铁钉的钉床上 正当大家惊呼之余 它却还在上面滚动 过程中毫发无伤 令大家嘖嘖称奇 小树蛙解释 因为钉床上的铁钉很多 所以将表演者身体重量 平均地分布在每根铁钉上 这样直接对皮肤造成的压力也相对较小 狐狸猫感到困惑 它不晓得什么是压力 于是它问 是人在心理上感受不太舒服的那个压力吗? 小树蛙说 狐狸猫的答案总是很有创意呢 很适合当个发明家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当你拿一支铅笔 笔尖抵住左手食指 笔尾抵住右手食指 如果笔静止不动 代表的是铅笔左右两边受力相同 但是你会感觉到抵住笔尖的手指比较痛 而笔尾的这端则没那么痛 这就是受力相同 但受力面积大小不同 造成压力的大小不同 狐狸猫说 痛是一个主观的感受吧 有没有比较客观的方式来描述压力的不同呢? 小树蛙说 我这里有两瓶装满的水 我把其中一瓶 以瓶底正立放在海绵上 另一瓶用瓶盖端倒立放在海绵上 这两个完全相同的瓶子 装满水后重量相同 你可以发现倒立放置的海绵 凹陷程度大于正立放置的海绵 我们可以用海绵的凹陷程度 来说明承受的压力大小 狐狸猫说 所以压力算是接触力咯 因为它一定要接触 才能造成力的效应 小树蛙说 你脑筋动得很快呢 但压力其实不能算是力的一种哦 除了力之外 还要考虑受力面积的因素 压力是指在受力面积上 所承受的垂直作用力 我们可以用P来代表压力 F代表是垂直作用力 A是受力面积 单位是每平方公分公克重 或是每平方公尺公斤重 从单位来看 可以知道压力包含了力和面积两种物理量 狐狸猫还是觉得困惑 因为钉床的每根铁钉的接触面积 不都是一样吗 那为什么躺钉床可以毫发无伤呢 小树蛙决定做个实验 她拿了气球 铁钉 简易钉床 还有秤 小树蛙将气球放在秤上 然后拿铁钉 由上往下压气球 秤读到的数值 就是小树蛙的湿力大小 再拿气球跟简易钉床 一样的将钉床往气球上压 去比较这两个数值上的差异 实验结果发现 单纯拿铁钉刺气球 当秤显示200公克重的力 气球就破掉了 但从钉床 10与超过10公斤重的力 气球都还没破掉 小树蛙跟狐狸猫解释 钉床有个特别之处 就是它的每根铁钉 露出高度会是相同的 而这种设计下 这些排列紧密的铁钉 就组成了一个大的接触面 根据压力的定义 是受力面积上 所受的垂直作用力 这时候对于气球而言 受力面积就变大 如果我要将气球弄破 就必须出更大的力 了解压力的概念后 小树蛙接着补充说明 生活中也有很多跟压力有关的例子哦 像是我们能直接用手 将图钉压下去而不受伤 是因为手指接触端的面积大 可以减少手指受到的压力 或是下大雨后草地会积水 容易形成一个小水蛙 当看到有人不小心陷在泥地时 可以在上面铺上一片木板 增加受力面积 让脚踩下去时 不会一直往下沉 刚刚讲的这两个 都是增加受力面积的生活应用 狐狸猫 你知道哪些是减少受力面积的应用吗? 狐狸猫说 我知道 细管尾端做成尖端 是将面积缩小 这样只要吹一点力气 就能将封膜刺破 或是使用刀子切食物时 刀刃能轻松地将食物给切割 如果使用刀背的话 需要花更多的力气 才有办法切断 当使用购物代替重物 手上会留下塑胶带压过的痕迹 但如果抱着重物 就不会有了 小树蛙说 看来你对压力的概念 已经很熟悉了 那就由你来帮我们做个复习吧 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进行整理 压力是单位面积上的垂直作用力 可以用P等于F除以A表示 压力是力作用在单位面积上的物理量 所以不算是力的一种 当我们用同个提带提东西时 当东西越重 手上就越容易留下压过的痕迹 代表压力增加 如果改用抱的方式拿原本的提带 接触面积增加 手则不会留下压痕 代表压力减少 最后 和狐狸猫一起脑力激荡吧 请想一想 如果我们将双脚分别踩在一盒鸡蛋上 鸡蛋却不会破裂 这是为什么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下次见咯 拜拜